英超打了一周 我答應過大家 我的一周之後再審視一下 我的英超榜的預測形勢 又是講迴Big Six的球隊 第六位先講起 第六位我依然認為是阿仙奴 因為阿仙奴始終 級數上都不是很足夠 之前是這五隊的球隊連鏈 理由是因為阿仙奴沒有一個十分強的元素 就是他們的主攻不是十分強 而他們的反擊也不是十分強 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一個強項 而其餘的五隊球各自都有自己的強項 所以阿仙奴始終都會比下去 主攻來說 拿卡錫迪不是一個好的支點球員 你說出基奧特行不行 好少少的 但是拿卡錫迪是很貴的球員 對著這麼多場的弱隊英超 難道真的不用一個這麼貴買回來的人嗎 那你就會說 奧斯爾是一個挺不錯的主攻AMC 而如果山齊奴是回到來的話 或者都會做一個就是停波和插入的 那是OK的 說得對的 但是上季其實都是這樣打的 加上其實山齊奴都是爆發了的 結果都是跌了出前四 加上他們其實不斷輸高空波 這一點都是人優 也就是說其實阿仙奴進退也是失據的 我始終覺得是比下去 阿仙奴沒有辦法處理所有的弱隊 而對著其他強隊其實都沒有太大的把握 那結果第六差不多了 好了 第五位了 講到第五位來講 我認為都是車路士 這個足球的理論始終都是因為干地是迷信於三中堅的陣式 而三中堅其實是不利於主攻 那所以很容易就會被人打過是反擊 兩隻閘上去是很容易穿洞的 加上又要是幾條戰線 班底又不厚實 雖然管理層就說答應會買多三個球員 但是你想起來其實都是喝水歌 張伯倫之背的 也就是說整體實力不會說太過大的是增加的了 只不過就是希望可以打多些戰線 熬住這樣而已 車路士現在 那至於夏薩特和柏道 如果回來會不會好些 一定是好些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還可不可以打回上年的形狀呢 因為對手都已經閱讀了 知道你其實都是打我身後 打一些穩守反擊 那我真的全部縮在後面 作為一個衛免的冠軍 那一定必給別人呢 就是看到是實實的 那結果呢 我認為已經是打不回上年的態勢的了 車路士 那去到前四啦 我認為都是熱刺是第四的 因為始終迪利艾利這個人是很不穩定 究竟他什麼時候是鬼 什麼時候是人呢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是教練 我是很怕這些人的 所以有時候他完全可以關火的 但有時候他可以著火的 我們不知道熱刺是可以有多少不確定性 我們只不過是知道 他們後防線比較穩陣 所以我會將他稱先於車路士 但是他們也都要打幾條戰線 加上主場是轉了去溫布萊 那所以始終呢 都是會有更加老鼠拉龜的情況 在主場那裡出現的 那所以由第二 鄧獨落第四是很不出奇的 好啦 至於前三位的球隊 第三位呢 我認為是會抖下來的就是利物浦 本來我認為他們是第二的 但是始終我們看到古天奴的情況 依然是不樂觀 那我們加上看到 利物浦他對著是屈福特的賽事 都因為前面不是有太過高的控球率 那結果都很多時候被屈福特 多了些機會去反擊 因為打不下去禁區底線 那對手就會容易些來些反擊 而利物浦的是防線 依然都是不穩陣 那所以依然都會有傑負濟貧的 是跡象的 那但是我認為呢 利物浦的進攻套路 整體意識 其實都比這個是熱次好得多了 那所以我認為呢 利物浦幾衰都好 只不過是因為 他們是沒有了古天奴而已 但是他們的入球能力 其實依然都是不差的 打回一些身後縮矮子是可以 那所以呢 入球的數字我認為會被熱切多 那結果呢 我覺得是利物浦是會稱先少少 拿到第三的 那也就是說呢 頭兩位的位置就是 兩隊的曼徹斯特市球隊所爭奪的 那說回來呢 就是昨天我評論這個 一個曼徹對著韋斯岩的賽事呢 那有人就說 咦 你說到曼徹好像脫胎換骨 那和你之前所說的東西 是不是有出入呢 我可以回答你是完全沒有出入的 我之前所說的東西就是 我從來都說曼徹沒有主攻力 而我昨天那條片 我都是說曼徹沒有主攻力 我說古天奴沒辦法主攻 但是我也都有說過 古天奴是可以在反擊那裡入球 如果曼徹打到反擊的話 那所以昨天古天奴入球是反擊 那頭徐入球啊 角球入球這些呢 其實都是正常的 這些完全跟主攻無關的 主攻是說對手縮嘴後面 你是壓上去 而古天奴呢 最弱的地方就是 他的細緻度不教 控球能力不好 保護那個球不好 這些亨利都講了給你們知道的了 而我多次都是在亨利講這些事情之前 都講了給大家知道的了 古天奴沒有支點的能力 在主攻上幫不了手的 那昨天曼聯贏球呢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2002年韓國那個跑九戰術 即是不斷用你所有的體能去工作 將勤補絕 曼聯班球員不夠主攻意識 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跑進去 不知道怎樣現位 不要緊要 摩連盧就叫你不要管 你去到主攻的時候 什麼東西你都跑 按著加速按不斷跑 有空位你就跑 亂按跑 你不要管你可不可以拿到個球 總之你就跑 給球也是 給大力一點 給快一點 給多一點沒有意思的球都不要緊 總之比來比去 沒有建設性的不要緊 總而言之 你看到有人就比不停比 總而言之 你就是要令到對手困擾 令到對手捉不住你的速度 最重要是令到對手累 是消磨對手的體能 所以接下來的38場英超 曼聯若果是主攻的話 其實他們主攻又不是想入球的 只不過就是想用這些方法 屈到對手的體能沒有為止 屈到對手的士氣沒有為止 去到那一刻之後 曼聯就給你一點甜頭 給你攻上去 他再打個反擊給你 或者他令到你很累的時候 斬高波去頂贏你 用盧卡古的身形去屈的 沒有進攻套路的曼聯 依然我告訴你 是跟我之前所說的事情 是一點都沒有衝突 這些方法只不過是拔苗助長 加上曼聯這個班底 其實是摩連盧第二季 這麼多年的球隊來說最弱的 曼聯今年所面對著的是對手 也都是摩連盧這麼多年執教以來 最強也是最多對手的一次 所以我為什麼說 說摩連盧今年的曼聯第二季 是他執教生涯以來最拼的一次 因為根本拼到的機會是十分之微 我重申 曼聯拼到的機會是十分之微 但是摩連盧沒辦法 他騎虎難下 他一定要保住這個金塞招牌 所以他沒有辦法 但是一定要去馬 一定要叫對波搏 他不搏其實都是沒有可能的 不過他搏還有1%的機會 可以有機會拿英超 所以我昨天都是這樣說的 曼城始終都是我認為的冠軍 因為曼城是省水省力的主攻 一旦被他們上到手 用回四個後衛的話 其實省水省力可以run 38場的英超 加上他們班底是厚實 所以其實還是很穩陣的曼城 只不過是因為曼聯 他作出了這個拼搏 而我看到 若果他真是天時地利人和的話 是真是有機會很貼近到曼城的分數 但是說的是怎樣天時地利人和呢 就是首先 你整季都有這麼多的體能 第一 第二 你不會有些什麼重大的球員受傷 或者是成群人這樣受傷 第三 你的運氣不可以十分之差 如果一場賽事來說 你都必須要 是不會不停中美中柱 球證是不給你12馬里 明明應該進了又判你不進 要沒有這些東西 要沒有這三個這麼嚴重的問題 而加上曼聯還是有很大的士氣和信心 跟著摩連奴走 這樣才可以整季工整地用這種跑狗的方法 去貼近到曼城的分數 所以機會率呢 我告訴你其實是很低的 但是因為我見到曼聯這樣拼搏的話 是會貼近到這個曼城 令到我們有一季是精彩的英超 所以嚴格來說 我依然是看死曼聯的 只不過你們覺得昨天他們贏了四球 之後我又說摩連奴這一拼搏是拼得漂亮 你就覺得我完全把曼聯的機會大大提升 其實只不過是提升了1% 極其量只不過是因為我見到摩連奴明知不可能而為之 令我想起了少少熱血的夢想的一些感覺 就是見到一些人 他明知是沒有可能成功的了 但是他都是盲目地去追尋 好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不理代價 去到最盡地去做 所以我們每次見到這些人 我們都不可以阻礙他 因為如果你阻礙他 就少了很多剝花生的機會 所以我們都奉獻 所有的曼聯球迷一定要咬緊牙關 每場賽事和摩連奴握著拳頭 不停喊 喊到天就被運氣漫亂 藉助少少外力去幫一下理隊波 看看可不可以將1%變成傳奇咯 但是這些就是全感性的東西 一去到理性的話 你計算一條數 其實曼城的冠軍機會都是99% 而其他利物浦、車路士、熱刺 阿仙奴就是0% 所以現在本來大家都是0% 曼城本來是100% 現在曼聯來了1%的話 那都叫做有些東西看